咱们把鱼炸里边的一泡用剪刀给它剪破 把里边的气给它放出去 用清水投锡两边的鱼炸放入开水锅里边 把鱼炸烫一下 再放入生姜大葱高度白酒放20克去腥 鱼炸下锅水烧沸咱们煮一分钟 这样能够好笑的去除腥味 然后倒出控水 准备一块卤水大豆腐 咱们不用刀切 用手把豆腐掰成块 掰成稍微大一点的块 放入4个姜片 大葱 精盐 放8克 胡椒粉2克去腥 然后锅里边加入开水 盖上锅盖 高压锅发上气 开始计时压10分钟 如果家里边没有高压锅的朋友们 用蒸锅来蒸也可以 蒸你得蒸20分钟 高压锅从这会儿压着 咱们也不能闲着啊 锅 把锅充分的溜透 加入少许猪油 然后咱们把鱼炸上 先煎一下 这样能有效的去腥蒸腥 下面煎至30秒 然后咱们翻个面 再煎另一面 大家看一看 煎完之后 颜色就漂亮了 而且它能有效的去除腥味 咱在顺锅边烹入3克白醋 挥发蒸香去腥 大家看一看 把这鱼炸外边煎烧烧 有点捧皮的状态就可以了 好 然后咱们倒出备用 鱼炸煎好了 这功夫啊 高压锅已经到点了 咱们打开一下阀 一定要等着气放煤之后 打开锅盖 你要直接打开锅盖 这高锅捧上天了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安全 大家看一看这豆腐压碗的效果 来 豆腐里边有猫眼 类似于蜂窝 这种豆腐口感特别好 然后咱们把这葱姜都剪出来 准备几片大蒜 中间破一刀 切成粒 生姜准备一块 也切成粒 太椒 切成粒 泡的小米辣 简单切成刀就可以 剁椒酱一勺 锅里边加入食用油 再少放一点猪油蒸香 把油烧热之后 下入咱们准备的料头 料头下锅 咱们要多炒一会儿 把料头充分的炒香 这时锅里边冒的烟 咱们回手这么一勺 这种辣椒的香味 非常浓郁了 咱们再放入鱼炸 剩锅边烹入五盒料酒 挥发蒸香去腥提味 海鲜酱油 八克 提味提鲜 蚝油 十克 提味提鲜 把压好的大豆腐 连汤一起放入锅里边 精盐加入四克调底味 鸡精两克 提味提鲜 胡椒粉一克 去腥蒸香 如果家里边没有沙坡的 咱们保持中火 煮五分钟就可以出装盘了 如果是酒店的朋友们制作 准备一个沙坡 下边垫点干葱头丝 少放一点点的食用油 把锅烧热 再把鱼炸和豆腐放入锅里边 酒店的朋友们 按照圈哥这么操作去上菜 档次立马就上来了 上面咱们再放点杭椒丁 现在这鱼炸豆腐已经炖煮了五分钟 哎 香味非常浓郁啊 切儿哥先尝尝味道怎么样 先尝一块豆腐 大家看这豆腐来 豆腐里边有蜂窝的状态 尝尝口感怎么样 非常入味啊 因为豆腐里边有蜂窝的状态 它非常能吸附这个汤汁 使得豆腐的味道非常浓郁 切儿哥再尝尝鱼炸 这鱼炸要是不腥的情况下 这道菜做的就非常成功了啊 川哥可以负责你说 鱼炸一点腥味都没有 一点腥味都没有 大家伙要不信可以按照 车肉的视频里操作一下 这道菜很适合酒店的同行朋友们制作 上菜的时候带一个卡丝楼 搁砂锅 到处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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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的状态 能烘托一种非常热烈的氛围 那么好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菜能对大家伙有少帮助 希望家人给圈哥留下一个免费的赞 在这里边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